日前花蓮市南京街一栋老旧的木造铁皮屋传出火警意外 造成了三间房屋受损 花蓮市公所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安心为您 紧急应变SOP的机制服务 并连夜安置受灾户 市长魏嘉贤也到现场关心 并且发送了急难救助金 希望能够协助灾民尽快地渡过南关 早日重建家园 不管是屋内结构还是外墙屋顶 全都被烧个焦黑 这场火灾发生在25号凌晨3点左右 由于现场堆制了许多易燃物 火势相当猛烈 造成三间房屋受到损害 所幸无人伤亡 花蓮市长魏嘉贤在事发第一时间 立即指示明镇客及时劳客启动安心为您 紧急应变SOP机制服务 并在26号下午再次前往火灾现场探视慰问 同时发放急难救助金 让受灾户能够购买用品 因应生活所需 受灾户看到大半辈子努力的心血 辅职一句是红了眼眶 看到市长前来关心 除了表示感谢之外 直说只想早日完成重建 让自己有个家 因为这三户都是急需要大家来协助的一个弱势家庭 所以我们也启动了我们的安心为您的一个方案 来帮助这些火灾受灾户 那在今天的时候我们也来协助我们的一个受灾户 有关于垃圾清运的方式 还有居住的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那我们希望说赶快把他们生活打理回归正常的一个轨道上面 那我们也听到受灾户有一些困难跟需求 我们会持续的看怎么样来做后续的一个协助 近期来花莲火灾意外频传 比起去年同期建树更是增加许多 起火原因除了森林田野燃烧杂草热色外 就是电气因素起火最多 市长薇嘉賢也再次提醒大家出门或零睡前 务必要检查电气用品或火炉是否熄灭 以免不慎引燃大火造成汗事发生 记者徐立芹花莲市报导